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宋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讲的一个PHP 自己很有独特性质的一个东西 叫做变量函数 对不对 那就是将函数名称 互给一个变量 然后在这个变量后边 加个括号 就能调用这个变量的值 对应名称的那个函数 对吧 那具体怎么应用 当时后边会用到 那这节课咱们就可以用到 那这节课咱们看一下 也是PP一个独特的 就是少数语言中特有的 不能说就PP中有 像GS之后也会有这样的语言 但是像加瓦和西西阿加 大家接触那些通用的一些语言里边 是没有的 那有这些特性的 都是PP快速开发 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都是在这些基本语法体现的 那咱们这节课看一下 什么东西呢 回调函数 那有个人说什么叫回调函数呢 对不对 其实回调函数就四个字 一个回调 一个函数 函数都知道 对函数都知道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假如说我现在举个例子 还记不记得 咱们前边在写函数的时候 对吧 通常都说 参数的作用是干嘛的 对 参数的作用 是不是用户在调的时候 给参数不值 对不对 而这个参数 是不是属于函数的内部的局部变量 对不对 那函数 在内部使用这个参数 这个局部变量 有点变嘴 但是就是这样的情况 对不对 那当这个变量用户改变的时候 函数内部在使用这个值变化的时候 是不是函数内部的行为就发生变化了 对吧 那妹子 咱们传参数的目的是干嘛 对改变 改变这个函数的 按用户的要求 改变这函数的什么 执行的行为 是不是 那前面能学过那些函数 只要是传一个值 八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类型的值 是不是就够改变的了 对吧 但是有的时候函数 仅仅是一个变量 怎么的 对吧 用户传一个变量 那这个行为怎么的 有可能太简单了 对不对 对函数来说怎么的 不够用 知道吧 那有的时候我们就得猜什么 一个值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就需要干嘛 给它传一个过程进去 对吧 而什么是写过程呢 是不是就函数 对吧 所以呢 有的时候有这样的要求 对 在使用一个函数的时候 在使用一个函数的时候 看好了 如果什么 传 传一个变量 不能解决 解决 多大的问题 对吧 一个变量就是单一的一个值啊 对不对 有可能是一个状态啊 那么 解决问题不大 怎么办 就需要存一个过程 进入到函数中 改变函数的执行行为 看不见很绕着这句话的 对吧 但是有点意思 使用一个函数的时候 如果你只仅用一个值 就想要函数发生改变 是可以的 但是呢 有的函数要求高 对不对 一个值是不行的 需要一件事进来 一个值只是一个标题 对不对 而一个过程进来的话 那你想穿上 对吧 你看 不能解决这家问题的 就需要将一个过程 从来到函数中 对不对 那想一下参数 原来是A B C 可以是三个值 对不对 那如果一个参数或多个参数 如果是一个函数呢 能传函数的参数中 还能传函数 对吧 就是这样 我叫函数就是 在函数的 什么 调用时 调用时 在参数中 传的不是一个变量 或一个值 而是一个函数 这就是回调 函数 参数 没有这意思 看这期话的概念 作用就是第一条 很多情况下 我们都会遇到 传一个变量 解决不了丢大事的时候 用一个函数传进去 对不对 而用一个函数传到一个参数里 比如说C参数 怎么接收的不是普通的八大类型中的一种类型 对不对 而是一个函数的话 这种就是回调函数 上面就是它的作用 对吧 有可能不太理解 那咱先用系统函数 咱们先做一个了解一下中间 那比如说 咱们先随便找一个系统函数 带回调函数了 任何一个都可以 咱们先做个实验 比如说 我们现在打开手册 我们找一下咱们的PHP手册 这个是咱们经常用的PHP手册 那我们现在来找一个函数 看一张 比如说YouSoft 这个咱前面用过对不对 看这里边 第一个是数组 对吧 第二个是自己对数组的一个排阅条件 对吧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里边参数 call back 那前面讲过 是不是需要推一个函数字的 那看 我们先看回调函数怎么动 咱们先会用系统的字节 还会制作 那这样回调函数 是我们就了解了 比如说咱们先用系统 先了解一下 什么是回调函数 好吧 首先我写一个数字 看一下 写一个数字 比如说 虽然数字咱们学 是后期介绍咱们要学的东西 对吧 学完还是能学数字 但那先简单了解一下 是吧 随便数数就一个变量存多个值 好吧 前面咱们说个数字上面 比如说15893267 是不是一个乱续的一个值 对不对 现在我想对它进行排序 看到了吗 怎么排序 我用U指的是用户意思 用户自己定义排序 对谁定义排序 对这个用排序 对吧 那我们来分别来打一下 排序前和排序后的值 也就是 Pint 不认他打印数字值的 大家没接触过 可以现在记一下 里边只要存数字明 就能把数字的值打印出来 那 echo一个 看一下 第二画号 排序之后 我这会儿得干嘛 再打印一下 这个数字 高了 我可以 一下 好吧 那当然这个排序 咱们现在还没做呢 对不对 我们现在看一下 能不能打印出这个数字 本身的值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块 老高斯 对吧 TES 点 PT 看一下 这就是数字原来的值 15873267 对不对 现在 让用户做这个排序 那如果是其他的函数 不带优的 不带优的也是个排序函数 你看一下 不带优的 看一下 这个也是一个排序函数 现在 是不是123456789 对吧 那现在 用户想自己做排序的这个条件 对吧 那比如说 他用优自己定义 对吧 那排序条件 现在妹子你想想 那个 看他视频的那个小伙 你也想想 对吧 想想什么问题呢 排序条件是传一个变量 最能解决的问题吗 比如说 我传个变量A 然后 那有的时候 传那个变量A 或者是传1 或者传2 有个一样的怎么的 倒序 0样的正序 对不对 如果就简单 这样的变化 咱们用一些函数可以做到对不对 对吧 但是排序条件 我现在给的是整形速度 这个值对不对 那现在我想你按什么排序呢 按比如说 假如说这块是参数都是速度 如果传都是纵串的话 要你按正序长度排序 对吧 按正序长度排序 那你有办法 有一个变量就能传过来的吗 不可以 对不对 咱先简单的先写一下 制定一下条件 对不对 我现在要从大到小到大 现在用优少车 对不对 那一会儿再改成这种事 那 你看 如果想制作排序条件 就得自己写函数 专门做这个条件 对不对 比如说CM 先 叫COM吧 COM就行 看一下 COMP也行 还是明示自己定义的 对不对 或者卖COM 对吧 那 WPWB 那现在 我假设 如果WP 大于WB 我就返回E 否则 如果 这个语句还一样是吧 小于 当初B 我就返回 不一 否则 返回 零 那你说 这啥意思 对吧 咱没学过数组了 如果学过数组的话 我先把这个函数 这个回照的意思给你写出来 然后我再给你解释这个问题 好吧 现在你看一下 这块的排序 第一个参数需要传一个速度 而且这个速度是什么类型的值啊 什么类型的 在安德福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引用的 所以我现在传哪个速度 那么排序完之后 原速度是不是就改变 因为传到这函数里速度是引用的 就是外边的变量 里边将这速度的随意改变 外边速度就改变 所以在外边改变 这个对不对啊 这拿钱解决的引用参数 这个意思吧 那第二个是回调 必须传一个函数 对不对 那前面的变量还是学过 函数是不是函数名称啊 对不对 然后看一下 MyCUM 是吧 这样的话 传一个CUM的话 就把函数名称传了进来 对吧 那函数名称传了进来 你想象 在这个函数内就能调到这个函数 然后用你函数里边写的过程 作为排序的条件 定什么 那这个函数会分别 将数组中的相邻的两个元素 给到这里边 比如说第一次把E给A 把5给B 第二次把5给A 把8给B 每次都相邻的给进来 所以这里就判断哪个大哪个小 听懂吧 然后来决定 E是正许 负1是盗许 然后0是相等的不排序 听懂吧 那么看一看这话 能不能排序 刷新一下 是不是还是这样的地方 如果我想到盗许 我只要怎么办 将这个改常 不一一 也就是A大于B的时候是不一 对不对 跟他俩交换 那A小于B的时候变得正义 听懂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真 是不是就98764321了 排序怎么办 对吧 从大到小了 原来是从小到大 那咱们现在不用理解这个排序的函数 也不用理解这个还是什么意思 现在咱们要理解的什么 是回调函数 我在这个第二个参数里边 传递的不是别的 而是什么 而是这个函数的函数名称 听懂吧 对吧 传这个函数的名称的目的 就是整个这个函数 都会在这个函数里边去调用 听懂吧 也就是我们传一个变量的话 是在这个函数用对不对 传一个函数进来的话 也是在这个函数用 没有理解的吧 那变量是单一的值 而函数进来是一个过程 而这过程就可以你自己 定义按照需求 对不对 现在我再换一下 看着啊 这话我是A 怎么说这话 A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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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很长 这话 A这话 你看 这个对不对 那像这个 我想按字幕策的长度排序 那想象 字幕策长度排序 对不对 那这个条件 你是通过这个排序 传一个数值 你就知道 是按长度排序吗 做不到了 必须得传一个过程进去 才能解决一件事的时候 这个时候咱们就把这个函数 一个过程传到这函数里边 让这函数在里边调用就可以了 听得懂啊 不用太多指导这函数原理 因为咱们一学术主也没学排序呢 OK 只要知道我们怎么做回到函数 就是将函数名称的字幕策传进来 那这在调用的函数里边 就能调用到这个函数名称 对应的这个函数 对吧 那现在我这话 STR1让如果这个字幕策的长度 大于这个字幕策长度 并且STR1这个长度 大于这个长度 你看 对 这个对 没能问这函数干嘛的 STR1这个函数是计算字幕策长度的 对吧 那它分别把每个长度进行比较 对吧 那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按字幕策长度 就比较 你看从大到小 对吧 如果我想从小到大 你字幕策长度 这会改成吗 一 这会改成复语 你看 是不是A一个A两个A三个A四个都五个了 这么多的 是不是全进来 这就是我们这件事 让大家先认识一下 什么是回到函数 那记录 这两个概念 在使用一个函数的时候 如果传一个变量不能解决大问题 对吧 就像我们想对这个速度进入排序 那排序的条件千变万化 对不对 那有按这个有的按音序 有的按字母等等 那个排序是千变万化 是不能用一个值来解决的 得需要一个过程来解决问题的时候 那这样的参数就做成 回调函数的参数 也就是做一个 函数传进去 对不对 那是回调函数就是什么 在参数 传的不是一个变量或者一个值 而是传一个函数 对吧 那不是把整个函数都塞进来 而是传的是函数名称 对吧 那有的问了 能不能将整个函数塞进来 而不是函数名称呢 P2P5.3.5的新版本可以说到 这到后边有两个问题 对吧 老版本不可以 老版本只能传函数名称进来 对吧 那这几个需要记得就是参数是一个函数的名称 在调用的函数里边就能调用到这个名称对应的函数 这就是回调函数 对吧 作用后边咱们在一共的手再慢慢理解 现在是学习法律的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那这几个咱们就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